继续在巴黎消息方面 巴黎乡公所开办生育补助金以来 已经有50多位的民众申请 巴黎乡代理乡长日前还亲自前往民众的家中 表达祝福之意 住在迅堂村的陈太太抱着才出生40几天的小宝宝 接受乡长的祝福 这个来自我们乡公所的一点心意 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生育补助款有一万块 给我们做一个祝贺之意 让我们这些小朋友乖乖老大 好 谢谢 已经是生第三胎的陈太太 一个月前到公所为宝宝办户口 才得知有一万元的生育补助 这个意外的惊喜让她有些不敢相信 刚开始听的时候就觉得说 那个一定她请不下来的 没想到可以申请到很开心 对 很开心 那这笔钱有没有打算做什么用途 可能就帮她买个东西 巴黎湘从今年下半年度开始办理生育补助金 凡是八月之后出生的小宝宝 父母任何一方户籍在巴黎满一年以上 都有资格申请 那我们今天特别 就是到我们这个连先生 连太太这边来 我们来探望一下小朋友 然后也自赚上我们消防守一万块的 这个生育补助的礼金 那个人也准备了一些小东西 那希望透过这一个 我们这个乡村所的关怀的活动 那给我们乡亲 这个增添一点喜悦的这个感觉 巴黎湘这个全新的福利 希望可以鼓励民众生育 让巴黎更加繁荣 天年新闻省州里面会 巴黎采访报道